陪沐晨重生了 想改鞋归根 我好好过日子 但他不知道我也重生了 上一世他把我当保姆 劈腿做妖 把我的全部积蓄 拿去给白月光投资 输光了全部财产 最后被车撞死 他活该 他重生后认识到 白月光根本是个白莲花 想痛改前非 跟我好好过日子 啊 凭什么我就得回收你这个垃圾 安然 对不起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我会好好工作 踏踏实实做人 陪沐晨抱着我的腿 苦苦哀求 显得委屈又可怜 要是上辈子看到他这样 我肯定会心软 以为他真的改鞋归正 但重生一次 我只想一脚踹死他 就在两天前 我重生了 上辈子虽然遇到 陪沐晨这个渣男 但在他死后60年的生活中 我自认为过得很舒畅 他死的时候 我们还没离婚 所以我无意间 给他买的几份保险赔偿 加上赵氏司机的赔偿 以及他公司的赔偿 加起来足足有几乎600万 我用这些钱买了房子 考了研究生 博士毕业后 找了份研究所的工作 日子过得很顺风顺水 刚开始重生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重生 直到我发现 陪沐晨这个混蛋也重生了 他没想到我会重生 自言自语的时候被我听到了 在知道这件事后 我如遭为击 接着就打定主意 一定要摆脱这个渣男 这一次美好的日子 从23岁开始 好好过日子 就是几乎打断我的胳膊嘛 陪沐晨 你要是不同意离婚 我会去起诉 跟他在一起三年 被家暴一年 直到他死 一共是三年 前世的我是傻子 耸淡 闹肿 被家暴了这么多年 还会被他骗 前世的最后60年 我不断充实自己 反思自己的傻子行为 这一时 我绝不会再被他骗 陪沐晨跪着过来 猛然抱住了我的腰 安然 对不起 我不是东西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 我要是再打你 就让我不得好死 哼 前世你确实不得好死 被货车脸的铲都铲不起来 陪沐晨见我不说话 竟然开始不老实 手顺着摸上来 还想掀我的衣服 靠 谁给你的脸 我恶心的要吐了 猛然起身掀开他 直接把他推出去 滚 我怒了 这房子是我租的 房租也是我给的 你赶紧搬出去 靠女人算什么男人 陪沐晨差点被撞了鼻子 但还是在外面喊 安然 我知道你对我失望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会赚很多钱 让你穿金带银 我想着 他可能是想借了 前世的优势赚些钱 但他前世不学无数 根本没什么本事 唯一钻研最认真的 应该就是彩票 其实我也记得 好几个关键时刻的 彩票中奖号码 前世他钻研的时候 总验倒 我也就记住了 不过就算要赚钱 我也不会现在买 我可不想在离婚的时候 还跟他分财产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把科业继续抓起来 我要继续考研究生 然后继续前世的科研梦 重生一世 确实有很多优势 科研方面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把我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 提早带到这个市场 活了一辈子 我早就明白 人要想强大 就要充实自己 靠男人 以为找个好人嫁了 就能一辈子幸福美满 那都是做梦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房子还有三个月到期 该叫房租 我跟房东说不租了 还在海城大学旁边 找了新房子 前世我就是在海城大学 读的研究生 也是在这附近工作的 房东知道我要搬家 悄悄地问 你终于想明白了 房东知道我被打的事 还来帮过我 实际上 对整个小区的人 都知道我被打的事 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笑了笑 我们要离婚了 房东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可算是想明白了 我早就说你男人不行 靠你人活着还敢打人 算了什么东西 前世这些道理 有人跟我说过 但一开始我总是心软 就是没打定主意离婚 总以为他还会回到 刚才恋爱那时候的温柔体贴 房东接着说 你跟他离了 还得找下家 不如跟着我 你看我怎么样 他四十来岁 比我大二十岁 家里六套房子 靠收租过日子 过得确实不妥 我摇头 直接拒绝了 这一时 我不会再靠任何人 因为直接了当的拒绝了房东 他生气 不肯把押金退给我 我本周没打算要 退租只是跟他说一声 他这个小气的行径 让我更加肯定 我的决定是对的 我带着自己的东西 趁裴木成不在家的时候 迅速搬走 谁也不知道 我搬到哪去了 搬到新家 一个人住 心情舒爽 我这就开始买书 准备考研 而裴木成发现我搬走 多次给我打电话 但我回去问我在哪 我都只说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让他等传票 他在电话里心事淡淡 我很快就会发财 你跟我离婚会后悔的 安然 你听话快回来 我马上就让你过好日子 你笑道 是吗 这种话你说了很多遍 你以为我还会信吗 他更加笃定的说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内 我会让你知道 我裴木成说话算话 我冷笑 那我拭目以待 挂了电话 我算了算日子 我倒是希望他快点发财 这样 我们就能更快离婚了 起诉离婚太慢了 说不定要折腾一两年 想迅速在研究生考试 报名前离婚 还得靠他妈 也就是稳利钱婆婆 过了一个星期 裴木成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查这一期的彩票 中奖号码 然后很兴奋的说 我买了20注 不中奖了 一个亿啊 安然 我发财了 你快回来跟我庆祝 我挂了电话 想着就快了 又过了几天 他再次给我打电话 这次以期恳切了一点 说谈离婚的事 我去见了他 他换了一身高级西装 不知道从哪弄了辆便利车 还过了个司机 头发梳的赠量 拽得二五八万一样 我狐一的上了车 被拉到了珠宝店 裴木成拿了店里 最大钻石的戒指 拿着戒指 就甘心跪下了 安然 再嫁给我一次吧 我保证这一生会好好对你 跟你好好过日子 让你做这个世上 最幸福的女人 靠 来这一套 周围的人立刻跟着鼓掌起哄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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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个屁 这种家暴劈腿男 这个喜欢 你们自己收着 这世上最无知无畏的 就是看热闹和起哄的人 因为他们是拿着 别人的命运狂欢 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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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观的人都在欢呼 好像在参加一场圣宴 还有女孩子 拉着自己的男朋友很不满 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哎 那女生真幸福 男生也不高兴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想来什么呀 他对那女的未必真的好 有钱男人都花心 旁边的年轻女孩子 不以为然 那么大的钻戒 外边还停个便利车 这么好的配置 我宁愿在他车上哭 也不想在自行车上笑 男生不屑的说 谁有钱还不一定吗 说明那女的更有钱 这男的是吃软饭的 所以才这么低声下气 见我迟迟不答应 不感动 甚至于连个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围观的人不高兴 哎 美女 你怎么还不答应他 当心这么好的男人 被人抢走了 就是啊 这个有钱的男人 还愿意当众下跪 说明他有情有义 你快别犹豫了 更有人说 这女人太矫情了 真耐作 还不快点答应 万一这老爷们 没有耐心找了别人 有的是他哭的时候 现在的女人啊 就是太矫情了 一点不如以前的女人 打都打不走 求婚还要老爷们 在这么多人面前下跪 这不是死男人的面子吗 哼 真矫情 矫情 我直接脱掉外套 露出手臂上的伤 不管你有多少钱 我都不会跟一个家暴男过去 我还把衣服掀起来 让周围人看一看 背上和腹部的伤痕 大家给我作证 这样一个只要心情不好 就打赢了渣男 你们会跟他继续做夫妻吗 我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 全都是裴木层打出来的 这么多的伤口 全都代表以前的痛苦和耻辱 周围正在起哄的人 瞬间安静下来 谁也不说话了 那个年轻女孩的男朋友 给了他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 看吧 有钱人都很扎 说我矫情的那帮人 也瞬间改了口风 变得义愤填膺 打女人的男人最无能了 就是 你看看他那个熊样 那眼神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钱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还拉着人家来珠宝店求婚 根本就是想作秀 想盗的绑架人家 真不要脸 也不知道是谁 丢了个饮料瓶过来 滚吧 死渣男 还想利用我们盗的绑架 不要脸 对啊 滚 这什么破店 放这种渣男进来 再也不来了 裴木层没想到 我会把这些露出来 也没想到这些人会砸他 他突然直接跪下了 一下一下的在地上磕头 安然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发誓 我要是再打你 就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安然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求你了 他这个样子 让有些人都下不起手砸他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假象 你上次打到我胳膊的时候 也是跪下来求我 还跪着写保证书的 但是第二天 你就无缘无故 又对我拳打脚踢 打得我脑震荡 这种伎俩 我再也不会相信了 我不想再跟裴木层纠缠 店里的人也在撵他走 有人在旁边说 家暴男永远都不会改的 大家别被他骗了 裴木层急了 喊道 我在外面赚钱养家 我压力这么大 有时候脾气不好 你这么强势 还跟我针锋相对 还骂我 我忍不住动手而已 他还落了两滴泪 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 有人小声说 我就说有的人挨打是有理由的 这女人一看就很强势 男人在外面赚钱不容易 女人得给男人面子 怎么能总吵架 这不是找打吗 找打 这帮看热闹的 果然是不嫌事大 什么屁话都能说 我嘲讽的笑道 你做什么工作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我把手机拿出来 显示我们俩的转账记录 大家帮我评听力 看清楚 这些全是他找我要钱的各种记录 这几年一直是我养着他 还有他妈和他弟 他每个工作做不到一个月就辞职 要么就是被人远回来 一分钱都赚不到 还特别能花钱 现在这些钱 是他走狗屎运动来的 我又把一些截图找出来 大家看看 这是他跟其他女人的聊天记录 一个个的 我都数不清到底有几个 我拿着手机在周围转了一圈 让大家看看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众人看得叹为观止 没想到还有人扎到这种程度 全家花着女人的钱 还家暴又出轨 这是什么绝世极品 裴诺诚被下了面子 恼怒得很 他冲过来抓住我 小声哀求 安然 我已经改了 我现在有这么多钱 你不跟我好好过日子 还想折腾什么 从始至终他都觉得自己有了钱 还答应不打我 我觉得应该乖乖跟着他回去 继续以前温婉贤淑淑的样子 啊 想得真是美 我冷笑着大喊 你说改了 愿意跟我好好过日子 你说真的 裴诺诚还以为我松动了 赶紧大声喊 当然是真的 我发誓 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 把你当宝贝一样捧在手上 这位人都安静下来 还以为要上演 扩进重元的戏码 我笑着问 既然你说改过自新 那我给你的机会 把你所有的钱分一半 打到我的账户上 现在马上 裴诺诚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立刻就犹豫了 这 这些是我们俩的钱 还分什么账户啊 放在一起 做投资 赚更多的钱不是更好吗 我也笑道 可你劣迹斑斑 我太没安全感 万一你骗我呢 还是看见钱 我才能相信你是真的改了 好不容易有了钱 裴诺诚当然不舍得分给我 他犹豫着说 还是放在一块吧 你跟我回去 我们开公司 我给你股份 说给我股份 没说给我多少 我笑道 你不肯跟我离婚 其实是怕我分你一半财产吧 你现在的钱是婚内财产 应该有我的一半才对 周围的人看到这里 跟着起哄 刚才还说 对人家好一辈子 说到分钱就不愿意了 哈哈 什么真心都是假的 说到钱就认真了 渣男 忽悠谁啊 我冷笑 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把钱给我 再来找我吧 我离开珠宝店 但是没走多远 就被裴木城追上了 他把我堵在一个巷子里 神色难看的质问 安然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变成什么样 多活了几十年 我当然变了 他很烦躁的说 你以前很温暖 很听话也很懂事 怎么现在变得无理取闹 跟个泼妇一样 就刚才 你让我当众丢脸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嘲讽到 对我确实没什么好处 但能当众揭穿你渣男的本质 我心里痛快 众国医师 我当然要怎么痛快怎么来 难道还要受你的窝囊气 裴木城很不耐烦 你痛快什么 我发现 就是不能对你太好了 是不是我这几天对你太好 你就开始飘了 刚才被人心落的一幕幕激怒了他 但他烦躁的情绪无处发泄 看到我这个被他打惯了的人 他就习惯性凉起手 还想打我 我就说嘛 狗改不了吃食 他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 就完全转了性子 他还是以前的他 但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 前世他死后 为了保护自己 我去学了武术 之后多年也一直在锻炼 同生后也一直在锻炼 在他的手扬起来的那一刻 我就一个侧身躲开 接着抬腿一踹 把他踹倒 接着骑到他身上 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接连扇了他十几巴掌 等他被扇的晕头转向 我才捏住他的脸 怒到裴木城 你以为我还会在游着你打 我告诉你 你就是那改不了吃食的狗 还洗心革面 而呸骗鬼去吧 裴木城本性难移 怎么可能改 大概是被我打得太震惊 等我又踹了 他两脚离开的时候 他都没反应过来 回去后 我就给我那前婆婆改电话了 电话一接起来 就是他不耐烦的声音 安然 这个月怎么没打钱过来 你不给钱 我跟你弟吃什么 你想害死我们 这一家子都是这么理所当然 三个人好手好脚 要我一个女人养着 还能这么甜不知耻 想想我搭进去的那些钱 我就很想给自己两巴掌清醒清醒 要什么钱 你该跟你儿子要钱去 你们是裴木城的妈和弟弟 跟我有什么关系 裴老太婆怒了 你的钱就是我儿子的钱 我花我儿子的钱 天经地义 我忍着怒火说 那你跟你儿子要钱去 他买彩票中一个亿 一个子都不愿意分给我 那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的钱也是我的钱 另一个亿有我一半 裴老太婆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边还传来裴木天的声音 你说多少 一个亿 我喊道 我告诉你们 他要是再不给我钱 我就去起诉他 电话立马就挂了 这两人肯定是商量着 怎么样那些钱 顺便不能分给我一分钱 离婚的事 马上就能办完了 我和裴木城 很快就离婚了 他妈和他弟知道 他中了一个亿 连夜赶来找他 发现他买了房子 住了豪宅 就留下不肯走了 又知道我要分一半的钱 他还不肯和我离婚 他们更是不愿意 那是他们陪家的钱 怎么能分给我一个外人 很快 在裴老太婆的鼓动下 他们三人口径一致 说那彩票是裴木天买的 跟裴木城没关系 所以那些钱 一分钱也不能分给我 我们迅速离婚 裴木城在他妈和他弟的 密切监视下 跟我领了离婚证 我们没有任何财产可分 但这些年 我在他们三人身上 花了不少钱 所以我提前打好单子 让他们把这些钱 全部打给我 这是我辛辛苦苦 打两份工赚来的钱 必须拿回来 裴老太婆当然不愿意 那些钱是我儿子的钱 花在我们身上偏经地义 我甩个单子 是吗 那我们就起诉离婚 让警察去查一查 看看彩票到底是谁买的 看看你们到底 应该分给我多少钱 跟那一个亿相比 我要的这十万块 也不算什么 他们怕夜长梦多 赶紧把钱给了我 立马离婚 终于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几乎是喜极而弃 前世我们俩的婚姻 就没有正式终结 我一直很遗憾 没在他活着的时候离婚 这一世 终于达成所愿了 见我拿着离婚证 喜极而弃 裴木城还以为我后悔了 小生说 安然 只要你肯回心转意 我愿意给你机会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比现在更有钱 我一个巴掌甩过去 狠狠地打在他脸上 裴木天冲过来喊 你怎么打人呢 我也给了他一段耳光 顺便踹了两脚 我告诉你们 我早就恶心死 你离家子 今天终于离婚 我恨不得放鞭炮庆祝 还回心转意 阿呸 我就算是死 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 裴木天和裴老太婆 扑天枪地还想打我 但我早就跑了 出来后 我就觉得天都比以前更懒了 但想想裴木城那眼神 又觉得就这么便宜了 他实在是窝火 所以我找到了 他前世白月光 白晶晶的联系方式 把裴木城中了一个亿的消息 透露给他 白晶晶很心机 一心想帮大缓 但平时又装得成节无暇 裴木城就吃他这一套 但他只是白晶晶池塘里的 其中一条小鱼而已 现在自己的田狗成了富豪 他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但裴木城肯定会防备他 这两人你来我往 有的折腾了 我当然不会嫉妒 还会祝福他们天长地久 永远纠缠在一起 过了没多久 白晶晶就缠上裴木城 听说两人很快就开着豪车 出席各种有钱人的聚会 看起来关系很好 至于他们俩之间 到底有多少真感情 外人也不知道 我听了这件事 也只是笑了笑 并不在意 离婚后 我就过上了舒心日子 开始读书准备考研 还要为自己的研究做准备 我隔了一个月后 也买了彩票 有了初期的启动资金 准备组建自己的实验室 我要尽快把前世的 科研成果研究出来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而且 我也想把自己的所学 交给更多人 为这一行业 培养出更多的继承者 买彩票的钱剩下一部分 我给自己在偏远地方 买了两号房子 价格不高 但这里很快会修地铁 还会开发 房价很快涨上去 通勤也很方便 我打算到时候租出去 算是个固定收入 考研的日子过得很快 我早就熟练掌握了这些知识 考起来也不难 很快 我就正式入学 再次成了一名学生 我忙着研究和学业 忘了裴木成等人的存在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 永远不消停 不肯让人好好过日子 裴木成成了商界兴起之秀 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 就连新闻上都有了他 珠宝店的视频放到网上 骂了一天 很快就被他花钱公关掉了 大家都知道 他买彩票中一个亿 各种羡慕家嫉妒恨 但还是有很多人 说他是土包的爆发户 红不了多久 中彩票的钱很快会花光 然后重新变成穷光蛋 错误的决定 我拎着包让他走远点 别挡路 谁管你有多少钱 要是征图他的钱 一开始 我根本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有些男人 总说女人拜金 可其实他们自己 才是最拜金的那个 裴木成不甘心的堵住我 安然 只要你愿意回心转意 我愿意定机会 我直接踹了他一脚 喊着周围的同学帮我报警 他骚扰我 同学快帮忙叫保安 学校里的学生都很热情 再看裴木成那猥琐的样子 赶紧找了保安 还有很多男生 把裴木成围住 要扭动他去警局 裴木成大喊着 我是他丈夫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管什么闲事 我冷笑道 是前夫早就离婚了 而且他家暴劈腿 全靠着我养着 发财以后就急火火的 让我静身出库 同学们顿时明白 原来是前夫不甘心求复合呀 最讨厌这种人 平时不珍惜 失去了才来后悔 嘿 发财了 还让人家静身出库 垃圾家暴男 滚啊 姐妹们都看看 千万不能找这种混蛋 学生们起风骂他 还有人拍视频 这里的动静引起轰动 保安赶来 把他们演出去了 裴木成不甘心 想给学校里捐款 最后找到我的实验室 想投资我的研究项目 我直接拒绝了 开玩笑 这项目是我一个人 跟学校合作的 想我早就准备好了 根本不需要裴木成的抽签 再则说了 我的实验室 很快就能研发出 最新的防保资料材料 到时候会获得 一大笔资金回馈 这时候让裴木成插一脚 根本就是白送钱给他 我可没这么傻 裴木成现在看着风光 但他重生回溯的时间短 先知的优势 也只有这两年 据我所知 他现在投资的那几个项目 很快就会晃了 很多投资者赔得血本无归 他也就嘚瑟这两年了 裴木成干脆想给学校捐款 这样就能自由出入学校 但他根本不了解海城大学 作为一个全国都排的 上名号的顶尖学府 不是谁的捐款都能进来 裴木成又不舍得花大价钱 给的那几十万 学校根本不放在心上 直接把他拒绝了 裴木成器的蹊跷生烟 我把他要捐款的消息 透露给他妈和他弟 他就被这两个极品亲人伴住 没法来招惹我 他的家人都极度自私 下来把他的钱当成他们的看 怎么可能舍得让他多花钱 而白晶晶却又找上来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等在我去食堂的逼金之路上 然后猛然跪下 抱住了我的腿 安然姐 求你不要再纠缠我男朋友了 你们早就离婚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 我嘴角掀起冷笑 这可真是一处又一处 两人真是奔队 都这么能做药 吃饭的点 食堂外到处都是人 白晶晶这么一会 顿时引来了很多人为官 她还抱着我的腿 声泪俱吓地哭 安然姐 我求求你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我知道你看她发财的不甘心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求你放过她也放过我吧 白晶晶向来会演戏 又长得特别柔络漂亮 每人哭的梨花待遇 可能引起很多男生的保护欲 还有男生跟她喊 美女你长得这么好看 何必找一个二手的 就是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 而且这男的还跟前妻有断丝连 你应该换一个更好的 干嘛来求前妻 问题在男人身上 白晶晶渲然欲气 可我男朋友很爱我 是她前妻一直在纠缠 不断打扰我们 这时候有人认出了我 说道不对啊 我记得前段时间 是那个男人进学校里 来纠缠这个世界 世界早就赶出来了 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都听说过 便跟着议论怎么回事 就成怒诋毁她 这话根本就是假的 但是美女说话就是管用 她哭了一说 大部分都信了 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会演戏 还说我骗人博取同情心什么的 我看着白晶晶冷笑道 你说这些话 陪沐晨知道吗 白晶晶哭着说 她是爱于你们之前的感情 不想把事情做绝 你还是收连点吧 别再给她找麻烦了 她这么贤惠的模样 让大家更相信她的话 觉得我就是个 看见前夫有钱就不甘心 还多次纠缠的坏女人 看她这样 我后来笑了 要是我答应 再也不纠缠她 你能给我多少钱 白晶晶愣了一下 我 我愿意给你一百万 周围的人虚声不断 都在说着果然如此 看吧 我就是为了钱再纠缠前夫 我摇头 一百万太少了 五百万 周围虚声更响 还有人在骂我 但我都没管 白晶晶咬着牙 最终狠狠心 好 五百万就五百万 我把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卖掉 把钱给你 我直接拿出手机 打给裴沐晨的妈 喂 我是安然 你儿子现在的女朋友来找我 看我在离婚的时候 一分财产都没拿到 说是要给我五百万个补偿 我故意做了外放 还调到最大声 让大家都能听见 话刚说完 那边就传来裴老太婆愤怒的喊声 白晶晶 你脑子有病啊 你给他钱干什么 安然这个女人一分钱都不值 以前对我们花钱就小气罢了 一个月才给他们三四千 离婚的时候 说什么要把这些年 花在我们身上的钱 都要回去 现在离都离了 还想再要我儿子的钱 我呸 我当初说的对 就是一分钱不能给他 幸好没分给他 你快回来 别拿着我儿子的钱冲大号 裴老太婆的嘴就是机关枪 一旦开口就别想停 后面他骂了一堆的乌言会语 句句都在证明 白晶晶在撒谎 大家都听见了 白晶晶的脸色也是变得很精彩 看他落荒而逃 我赶紧挂了电话喊道 白晶晶 我祝你和裴木城白头偕老 别再来找我了 我忙得很 没空整天陪着你闹 周围全是红小和不屑的吃笑声 白晶晶跑得更快了 学生们也是很八卦的 裴木城和白晶晶两个细筋 来诬陷我的事 也不知道被谁编成了好几个版本 在网上传播 反正很多人都知道 裴木城是一分钱 也不分给前妻的小气鬼 但他做生意也小心了很多 至于白晶晶 更是抱住裴木城不撒手了 他之前语堂里那些 被胎都知道了他的事 有好几个都跑了 他损失也不小 我没在管他们的事 再积极地完成学业 并提前完成论文 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紧接着我就继续公布博士学位 我的知识比导师还要深厚 因此完成学业 并成功毕业并不难 很快 我的实验室就研究出了 新型的仿生塑胶材料 这种材料皆是耐用 可护性强 还安全 且能很快击解 很快 这种材料就投入生产 我把专利卖了 获得的资金给研究员们奖励 剩下的则继续做研究 这么充实的日子过得很快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陪木城这两年一开始 过得很顺风顺水 赚了很多钱 车买了一辆又一辆 还买了邮轮和别墅 但很快 他有优势就没了 他以为自己是投资高手 但却很快被时代淘汰 投资的项目很快就晃了 其因为他本人人品不行 做生意也投机取巧 起不注重产品质量 开发出的产品都没人买 还多次被骂上热搜 就连他的员工都写小作文 天天骂他 越是失败 他就越着急 他找到我想买我的专利 被我直接拒绝了 我研究的多种材料 都能很快投入生产 还能很快见到收益 因此很抢手 不过我不在意钱 卖专利也是为了下一步的研究 但我宁愿不要钱 也绝不会卖给陪木城 他恼羞成怒 在实验室跟我喊道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你就这么崛起 我直接叫了保安 让以后不许放这个人 靠近实验室 这里可都是机密资料 怎么能放闲杂人等进来 现在我有了钱 实验室建设的很好 还多招了很多人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再也不是当年 那个人他欺负的软弱女人了 陪木城被拒绝后更加愤怒 一心想做出点什么来比过我 于是他在投资一个 大型项目的时候失误 所有的钱都砸进去 结果血本无归 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又找上门 安然你跟我出国吧 出国后谁也不认识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过好日子 我看了看他 再看看天 你在做梦吗 我现在过的不就是好日子 没了他 我每天都快乐得很 再则说了 你不是投资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吗 还能出国 陪木城看看左右 偷偷摸摸的说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这些年我偷偷往国外 转移了很多资产 那些钱给我们好好生活一辈子 你跟我走 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 这么两年了 他还不肯死心 他以为只要他回心转意 我就一定会继续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只可惜 我早就看过了更广阔的天空 怎么可能回头吊死在他 这颗歪脖的树上 你有这个心 还是带你的白晶晶走吧 他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陪木城不屑地冷笑 他算了什么东西 我不过是玩玩而已 他这种女人装的柔弱 其实心机得很 我瞎了眼才会看上他 他在骂前世的自己 但这一世除了白晶晶 他找过的其他女人 其实都跟白晶晶是一款的 这大概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活该他被人骗 我把他的话都录下来 一份发给了他弟弟 另一份发给了白晶晶 至于陪木城 被我请的助理打跑了 就是为了防着陪木城和白晶晶 时不时来骚扰 我才请了个能打的女保镖 好家伙 他把陪木城打得 在地下停车场都哭了 但他也不敢去报警 因为我说了 他敢报警 我就把他的债主 都找去警局围观他 陪木城灰溜溜地离开后 没多久就真的出国了 不过他妈弟弟 还有白晶晶也都跟去了 啊他想摆脱这三个人 除非他再也没有钱了 有这三个人在 他在国外也不可能东山再起 我出国做学术研讨的时候 听说过他的事 他弟弟到了国外后更加败家 很快败掉了他大部分家伙 他们惹了国外的帮派 被人抓着 勒索了很多钱 白晶晶也终于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离开了他 放上另一个国外的大款 跟着环游世界去了 再也没人听过他的消息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而陪木城的妈 在被非邦勒索的时候 吓出毛病来 很快就死了 我最后一次知道 陪木城的消息 是他久后给我打电话 安然 我真的不明白 我已经变好了 我这么有钱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机会 你不是好歹 我真的明白了 你也不是我的两配 你们女人都一个贱样 都不是好东西 我妈 你还有白晶晶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现在过得风光 没有男人要你 你一辈子都是个失败者 你是我完剩下的 我平静地挂断了电话 没再搭理他 现在的我已经博士毕业 拥有自己的研究所 还在大学里任职 事业忙得很 早就不纠结过往 只有陪木城 还活在妄想里走不出来 注定一辈子都碰在老王中 过了没多久 我才偶尔看花边新闻 看到他被车撞死了 跟前世一样 被货车撞了 产都产不起来的那种 因为他以前是 华夏富豪的身份被扒出来 这事才上了新闻 还有人写文章 分析他一夜暴富后 为什么会落得这么凄惨 他重生一世 最后也不过是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一直在想 重生这种事 其实对人的改变并不大 死过一次 也未必能让一个人 就彻底改头换脸 只有当你真的 从心里解放自己 才能找到一条 跟前世完全不同的路 全文晚安